大家好 歡迎收看《梅逸股評》 今天看港股行指方面 高了百多點後 雖然跌幅不算很大 暫時跌29點 報25633點 至於跌到3點為止 A股上證指數也是要跌的 跌8點2894 又再失去2900的左右水平 也要更新大家 昨天北向很厲害 因為MSCI上調了比重 同時間昨天做rebalancing 所以昨天大家還記得 是有117億元的淨流入了A股 今天當堂洩氣了 當然今天因為已經不是rebalancing 但也不用流出 竟然要流出 就流出了4億元 所以你說是否昨天有個大行情流入 又說創了18年12月3日以來最大的淨流入 其實我覺得都是嚇鬼 純粹是指數換碼 事實上前天又是流出 今天又是流出 即是純粹昨天換碼 否則應該是連續三天流出 這樣的情況都未定 所以A股不是大行情 反正人仔都還在邊籍 2900也始終有阻力 昨天上一上都已經失敗了 雖然比港股好少少 但仍未突破到2900 大家都不用穿上年的底 不過又不見得很強 不見得很強 港股似乎來到這些位置 又在立下立下 25700附近 附近上上下下 這三天其實都在這些位置 沒錯 如果去看看 裂口便不是怎樣補充 成交亦不足 如果再看看 藍籌方面 不要每天只看 只看騰訊 根本就沒有力 正式穿了底 如果收在這個價錢的話 我記得中午的時候 還在跌四個多 現在已經跌到六元 中午在村底邊緣 現在穿了320.2元 那就穿了前底321.2元 業績過後 真的沒有什麼運行 10天線也插穿了 250天流紅分界線 如果對上一次發生這樣的事 也要看回 在去年7月的時候 10和250天線的死亡交叉 當時就由380元左右跌到250元 當然 是否會再一次出現 大家去審慎對於大市的影響 有這樣的可能出現 只是騰訊已經貢獻 恆生指數50點跌幅 看見市場是一般的 大的騰訊也跌 沒錯 其他成交壓榜上面 也有些跌得特別厲害 包括石藥都在高位上 匯調得挺厲害 一些藥股 對 藥股整體都在高位上 石藥今天跌5% 最終跌幅並沒有收窄 成交有了昨天這麼多 穿頭破腳 被掩蓋了 所以就肉酸 可能因為它的業績 始終大家都已經見了真章 所以低的時候跌得得比較厲害 中國生物製藥 在下午有人問駁不駁頁 其實因為公司不投入業績 其實是因為公司還未出業績 是否至於出事 有尾巴在收市 但是他們後面看見 也未出就才掉 對 這樣升了一段 而高位回 我覺得這都不太好 昨天就是出了一顆星 三天的组合已经变成了阳烛十字星 然后就造之阴烛 似乎短线亦是见顶的 大家就不建议 无端端已经圆了势头去博业绩 即是有些圆的迹象 现在就已经 再看看2359, 若鸣康德 今早87元和大家减少了 184.8毫半 是 幸好 亦都要求近日落 支阴烛是由头刀到尾 亦都被盖上过郊夜日的支阳烛 是的 今天回得劲 刚才中烟也在 以他来说 又不是蓝丑 都在成交额榜上 都挺大沽压 都跌了一成 二十个七毫半 之前说的一个箱底支持位22.3便失败了 22.3便失败了 之后 要再看21元 因为当日很大波幅那天 是7月第二个交易日 那个开市位是21元 现在又失败了 有机会 或是有机会 最后的下跌到 看看会否有彈上去 因为现在是20.8 我会说最后最后这个位置 22.3其实失败了 你随时都已经是穿颈线 如果连这个位置都失败了 都没有什么行 走势就不是那么理想 再下跌就要去到十六个几水平 建议大家在看一点 因为这东西真的急上急下 而且今天下跌反而大成交 真是惨 成交增加了 资金方面明显地见到股份流出 所以就有点惨 如果等待直通 即港沽通那些情况 哎呀 业绩出了麻麻之后 人们都急不及待废试等 是啊 而且它本身升了一阵 这种本身是要小心一点的 没错 看到有些都升得那么厉害的 就会落 也有些股份 今天有受到追捧的 就有一些内需股 看到有只 之前就 看完萌牛 这种阳热 都会维持到 例如 站稳前面 突破前顶 32.8的水平 都仍是站住的 没有说去 倒下去 没错 距离今天高位 34.6都已经没有了1元 技术上连续两天都有上影线 虽然今天都已经突破了 昨天收市位 叫有升 但两天明显高位 都有少少沽压 接着就迎来一个业绩 要份业绩很好看才行 是的 但有货 我觉得都可以等下 今晚那份业绩 业绩照计就不会差 那个参赛 会不会到时候说 跟预期一样好 那就不知道 跟预期一样好 即是符合预期 就没有惊喜了 变了有 不过如果你问我 我都真的会保持的 如果有货 反正业绩不会差 最多就是没有惊喜 而且股份都强小 都破顶 有它 只要保持住 乳叶 还有啤酒的耐水板块 都是强惊 两只168和291 都升幅 日内不少 在这里 青岛出了一个好叶职 在一下子打上来之后 就在高位置站住了 同叶的润啤 最近都在破顶 但破顶之中 每天都阴足 两天都少阴 没错 我都想轻轻说 阴着破顶 所以其实 力水不是差很多 不是很厉害的 力水 我想说一下168 因为仓仓 能吃的都已经吃了 这个吃了没有 重新一点 我的药名 康德已经吃了 最后一煮 今早87元吃完 应该真的有20% 中升也吃了 因为我真心不相信 内需的消费刺激 反正它是强强过其他 它不是一种吉利那种 但复材看起来吉利那种 升成是如何 不过 如何都好 这个额外的提振 似乎未必成 我也吃了中升 168 我是未吃的 为什麽呢 我还有少少希望在这 其实这种股份 现在连续是第八个交易日 打十字星 有些人就会说 悶到这样 为什麽不走呢 还有一个希望 怎样希望呢 就是51元 即是它当时的裂口顶 是的 那些位置 其实我教过大家 只要一枝羊竹 无论之后 打多少个十字 只要不穿回 这个所谓51元的羊竹底 其实我可知道 你打十日十字 又或者二十日十字 或者两个月十字 终于有一天 如果能够突破到 当日的羊竹顶 这个叫做 技术上面 反而是一个高位 整固了 以后这些位置 还不会穿 是的 所以 我早前已经减了一注 但是剩下这些株 我会好好珍惜 只要它不穿51元 我即管等下它 还有没有机会 因为这些羽叶 这两天都叫做 炒到少少 是的 反正这只青啤 都属于强势那类 我这些会先保持 好 至于今天 还有些有炒足的 就是汽车板块 立刻看175 今早又说 哇 枝银竹大到 这些 限购到宽减 还倒跌 不要说话升得少 也挺夸张 今天其实高开3% 现在倒跌0.1% 就开始盖上昨日的羊竹 其实也挺差的 这样的走势 直接差 对 12.58 即近前顶 12.6% 这个位置 都冲不穿 还剪回来 都不理想 有机会就要再跌下去 不知道是否明明中 都是注定在50天线 有一条宿命 因为今早和大家说过 之前7月初 7月尾 都是受制50天线 但都不能够 今天好像很威 一上已经上了 但收市竟然都要再失去 回来50天线 上次就说 如果要找位置放的话 就让它去到差不多 因为其实它都有反弹 是的 反弹到差不多 才做得更好 因为之前一直放弹 不敢放弹它 谁知道它弹成如何 今天一阴 可以做淡 就用回今天的开市位来做止蝎 如果你做了淡 今天开市位12.58 其实真的有得想 反正它是坏的 连这些政策都出埋 都骗不到人的时候 譬如现价沽 沽当然是看回今次的底 但是只蝎价 设定在12.58 那些位置 应该不会死掉 今次的底是10.5 除了它也是淡有的心水 看到中午的时候 Jacqueline想说 车股进入175 定义114 好 175 我们都觉得是弱势 整年没有叫人进入 是的 反而114 之前也有推介过 看到今天有个美林 就这个政策 发表报告 其实受惠到政策的 都是一些豪车 贵车的生产商 因为它的税行 不是税行 即是限购 欢迎汽车限购 相对上 如果一些人变成要换车 可能便会选择一些 保马 华晨的保马 另外还有就是广汽 还有豪车的经销商 会比较有利 不是说起是北汽 北汽和华晨 北汽都是一般 华晨一直在车肌里 就是走势最强 华晨继续吃保马 北汽是Benz 北汽今天相对来说 占得2% 华晨如果真的要买车的话 华晨会比较多多 如果你说Benz 今天真的没有表现 北汽没有表现 因为今天那支小阳烛 昨天的阴烛太大了 它不停一弹一弹 但也不行 完全没有强势可言 成交亦也完全不到 所以我会说 很一般 不要太过兴奋 至于车行股份 车行股会比较好 比较好 你以为买贵车的 中升 过往推给大家 但还是阴烛 成交不是多 昨天很多 也要想一下 是否好消息出货 不要太太去 不要现在才去涌入 又这么说 今早一堆车行股份 还有另一只 永达 我说隔夜出了业绩 数据很好 不过 政策各样东西 打算好 不过都不会推大家买 因为今早说是横行 高开在7.3.5%之后 竟然又是了 不是跌幅收窄 不是升幅收窄 是需要倒跌 6.94% 现在进入了经价市段 跌1.7% 而且还要大成交 是的 刚刚已经进入了经价市段 恒指跌37.0% 25626.0% 暂时剩余704亿 刚刚就是腾讯 穿完前提之后再跌多了 不过竞价当中 看看待会收到何位 现在就是竞价317.6% 看看待会收到何位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就回来看看收市的情况 以及看大家的留言 稍后见 好 回来节目时间 看看大家的留言 Kent 说2382也很硬 有货上网多少呢 它是103元有货的 今天跌得不过 102.3元 跟它买入价都差不多 未跌0.4% 是的 我都觉得是硬正 暂时来说 都要勉强站住 在十天线的位置 十天线的102.4元 现价未进完 所以我认为 看下 最重要是下方站得稳 中长线当然95元 尽量去站 那就已经没事了 否则那天低开刀走 97.4.5元 即不是那天 应该说是前天 前天的阳足底部 只要这些位置站到 不用指示 上网的话 都是109元 109元 这浪不能冲 但是之前高位是109元 再冲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冲 因为线位方面挺好 可能因为市场这两天 但只要市场稍微好一点 我想它充几元应该不难 没买就不用买了 是的 我记得这几天 Kent就买了 Emilio就买了 不知道现在是否继续 这么小幅度就继续 可能未必会移动 除非有很多时间值 应该是没问题 好 Erik就说2128 买了货 7.68元有货 买得挺好 会不会太高人 买了就会继续 是呀 比我联合了 破了顶 我叫人都7.72元 买贵你四格 差不多 是的 贵你四格 少少 是的 都是要今天买的 因为大成交 突破 突破 今天的成交结果 多过昨天 起码有八成左右 明显突破了较早之前 7.4元那些位置 亦都站得稳 杨竹虽然有少少上影线 不过别管他 少少 业绩方面 帥哥 所以才有得炒 因为业绩后 好业绩 好多大行 看到9元10元 我觉得就拿得过 是 厚市只要不要 譬如最低限度 应该说 拿到最紧了 不要跌下去破位 例如参考7.3号7 7.3号7 7.3号7的位置不失 又是 零担心 有得他先放下指要 是 好 接着 Karen想看3690演价 可不可以入 C1想看有货 就问下指赞位 3690出了业绩之后 已经突破了74元 历史高位 是啊 还有两日阴 我觉得有 现在 我就觉得不要入住了 是啊 如果厉害 就不会两日阴 但是如果有的话 我会觉得 不下回74 都是叫做历史新高 看多8毫先 现在74.8 就是差不多位置 重新下回74 就突破失败 有户就吃户 我知道有些人 业绩70元 哪些买 其实都恭喜 至少都四五元 否则 如果你真的说高位追的 近日76 那些位置追的 不能太说了 我建议74元的位置 其实74元一来 是历史新高 因为第二天的时候 见过74元 二来 其实就是业绩之后 热口顶 星期一一开就是74元 所以用74元来做防守 就对了 接着就说 313 Edward想看下 结果也是要下 他两个四毫半有货 那怎么看呢 现时就两个三毫半 不过他这几天 其实就没有失败2.3 2.3就是前几天 一个大的阳烛 当时就开是2.3 近这几天 都是收在2.3毫多的位置 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可以先保持败 他有一个 他的业绩其实是好的 但他就因为炒作 就没那么厉害 就成交没那么厉害 所以也比较容易地移动 2.3毫7失的话 就已经不是突破了 不过呢 还有条防线可以放2.3 对 前几天就已经失败2.3毫7 小心点2.3的位置 不希望再失败 失败了可能要做一点点 是的 接着就说 Kelvin想看下780 是否已经见底了呢 怎会 780 我觉得 嗯 不敢当 我不敢当 我不敢当 我觉得暂时来说算是 是吗 即是10.9毫8 这里也弹了上来 是的 如果能够再突破 近日的高位就更好 看看会否有机会双底 即是8月20日 如果是12.7毫6 多4毫子 这里 我都祝福他好的 我都觉得他基本上是好事 但是 现时还未这么说 如果站到12.7毫6 可能炒商底 到时再算了 有货便继续 是的 如果不急着等钱小 应该都可以 是 好 接着就 两位都问6169 今天就破顶了 Mimi就说 破了52周顶 Case就说 4元有货 6169 好不好加货 4元有货 现在是4.35 是的 我也觉得加货不需要 但就继续保持住 又是挺厉害的 突然炒开教育股 又这么巧 又给它升穿 其实圆底圆得很漂亮 整个圆底 成交亦亦有配合 昨天已经升了 因为今天的成交还可以大 比昨天一一一这么多 有货是继续货 老实说,因为现在已经在玩一个裂口 裂口的时候是发生在去年8月的时候 即是那些政策的那期 裂口之后,其实最高是4.19元 现在4.3.5元已经站稳了 即是开始补裂口 理论上,如果现在走上补裂口的话 8月10日收市位5.36元 即是足足给多1元的水位 但是我真的没有什么把握 要怎样补裂这1元 所以有货我觉得是继续 有货继续 恭喜你,多头排列的 自己留意着 没有货就保守一点 Mimi就说 同业的2001可否看好一点 它就升了1.1的补3.3 Mimi是否有货呢 今天就大升了 突破了前面的一个高位 就是3.14元 它都相抵升穿顶线 初步转回好 一直都弱势得挺重要的 所以只要后市站到3.14元 应该可以挑战 上方有些重仓位 大概是3.75元 握住它 未有货 如果真的很想做这支股份的话 只要站稳3.14元 应该可以的 最后再看1093 SW就说 反弹原味 14元有货 什么位置赚好呢 快点吃了它 现在仍然有15.5元 除非它突然爆声 否则明天都会找位 今天成家大过昨日 又出现阴烛 穿头破脚 这么巧就撞回4月份 4月份大概都是这些位置 那时最高的话 应该是4月9日收市16.32 即是说 又来到这些位置 行人止暴 暂时短线就反弹完了 今早第一节节目到现在 一直都在说 那些药估差不多了 石药、忠生制药 甚至乎若名康德 全部都阴烛了 是的 现价走都还有一成 明天 可以的 好 今天行指竞价完之后 差不多跌了少少 25615点跌48点 成交是747 成交不算很多 不过都是受制25700点左右的水平 是的 不过现在如果做胆 我认为是先做一些 是的 但是尽量开始不要做好 因为很明显有些压力在 是的 我们明早继续回来和大家看事 明早9点15分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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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